大家好,我是小白,咱们今天继续来聊艺术,聊一聊英国的十大艺术家。 这个话题或许比较小众,但是我认为非常有价值。 按照从现代到古代的顺序,我将介绍十位英国著名的艺术家,以及他们所属的流派和特点。 我还将挑选这些艺术家们的知名创作,来向大家介绍如何欣赏和理解他们。 看完这些,相信你会对英国的文化和艺术有一个新的了解和不一样的感觉。 当然了,艺术家的排名并没有统一的规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榜单。 甚至对于我自己,可能十年后的我也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排名。 所以如果你的心目中有不一样的前世,也欢迎你来留言讨论。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十位艺术家入选了本期的评选。 首先是大卫·霍克尼。 霍克尼是一位画家、版画家、摄影师以及舞台设计师。 他是整个二十世纪全世界最著名的画家之一。 而在英国,他可以说是国宝级的艺术家了。 霍克尼1937年出生在英国的布拉德·福德,是1960年代波普艺术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波普艺术有着许多标签。 流行艺术、通俗艺术、新达达主义等等。 简单来讲,这种艺术有着明亮丰富的色彩。 他的创立起因是当年一批年轻的艺术家们,觉得他们在美术馆中看到的艺术都太过无聊了。 如果你对霍克尼的名字没有那么熟悉,那么他的作品你或多或少都见过一些。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作品叫做《更大的水花》。 霍克尼的《水花》系列一共有三幅,另外两幅都比这幅小一些。 其中水花于2020年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以231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 画中的水花自然是这幅画的主题。 可是这个水花到底特别在哪里呢? 霍克尼本人有解释过他为什么要画水花。 他想要用它的颜料来呈现瞬间。 关于水花他解释说,如果我用相机去拍摄见起的水花, 就把那一刻定格了,它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 而在生活中,水花见起的那一刹那转瞬即逝是无法这样定格的。 所以我把这转瞬即逝的刹那用很慢很慢的方式给画出来。 当我们看向画面整体,除了见起的水花,其他一切都很安静, 画中并没有人物,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水花是被谁见起的。 但是有人说,这幅画让人觉得仿佛自己就是跳入泳池的那个人。 画面给人带来了度假和逃离生活的冲动。 不知道画面前的你,会不会有这种冲动呢? 霍克尼不同时期的画有很大的不同。 在艺术学院学习时,他研究和学习抽象表现主义。 这是他在1960年的作品《第三幅爱的绘画》。 这是他的画注重表现内心的情感, 表现出对现实的扭曲和抽象画, 完全没有明亮的色彩。 相比于《水花》系列,你简直可以说这不是同一个人的画。 但是霍克尼更喜欢去真实地描绘他身边的事物和人物。 这幅《一个艺术家》的肖像是霍克尼在1972年完成的作品。 为了这幅画的创作, 他先是去到了法国的圣特罗佩, 在一处别墅的勇士边。 霍克尼为其助手和朋友拍了数百张照片。 接着,他又返回伦敦, 和他的前任情人彼得·史莱辛格在肯兴顿花园拍摄了一系列穿着红色外套的照片。 他从这些照片里汲取灵感,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 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 他才最终完成了这幅画作。 后来在纽约加什德拍卖时, 这幅画的成交价格超过了9000万美金。 是当时在世艺术家的作品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的创造者。 霍克尼现在依然在世, 并且仍在作画。 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他也在经历着, 比如新冠疫情期间的封城。 2020年的春天, 霍克尼在法国的诺曼底度过了他的封城时光。 他用iPad作画, 捕捉诺曼底春天的到来。 现在看到的这两幅画, 是他用iPad画的。 你有没有在这些画中看到一些法国的浪漫主义或者印象派的影子? 2020年7月份的时候, 霍克尼曾经写下过以下这些画。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他不是照片中的样子。 你得去自己观察, 你得把它画下来。 历史上有过很多伟大的绘画时期, 19世纪的法国就是其中之一。 安格尔, 德拉克罗瓦, 杜米埃, 马奈和莫奈, 然后是雷诺阿和德加, 他们都是超凡的画家, 而他们又为梵高, 托纳尔, 马蒂斯, 还有贝加索铺平了艺术的道路。 为什么现在人们不再作画了呢? 如果认为照片是最终极的对于现实的展现, 那么就太荒谬了。 所以, 霍克尼是一个有着不同时期, 且仍然保持创造力的艺术家。 幸运的是, 他跟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时代, 而且这是一个技术和传媒都很发达的时代。 我们可以方便地了解到很多与他个人, 以及与他的画作有关的信息, 甚至现在他开始用iPad做画时, 我们可以将他的绘画过程倒转过来, 看他的画是如何一笔一笔被创作出来的,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接下来的一位艺术家叫做卢西安·弗洛伊德, 他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希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 1922年出生在柏林, 后来他们全家移民到了伦敦以躲避纳粹。 卢西安·弗洛伊德是一位画家, 偏好人物肖像画, 他的肖像很特别, 甚至可以说非常有冲击力。 我们先来看两幅, 沉睡的救济金管理员和休息的救济金管理员。 弗洛伊德的画都很贵, 这两幅分别以3300万美元和56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 画中的人物叫做苏蒂利, 弗洛伊德在1994到1996年间, 以他为模特画了多幅作品, 弗洛伊德曾说过, 当我把人物放进画中时, 我希望感觉到他们在画中睡着了, 或者他们好像挤进了画中一样的感觉。 这样, 画中的人物不是让画面变得舒服或者美观, 他们是在占据着我的画面, 而我则是在记录他们。 弗洛伊德甚至认为, 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不舒服。 但是弗洛伊德早期的画和他后来成名的画风并不一样。 这是一幅弗洛伊德在1946年的作品, 《男人》和《记》。 《记》就是画面前部下面的这株植物的名称。 这是弗洛伊德的自画像, 透过窗户, 男人正在看着我们, 也正在看着记。 或许, 这株植物并非真实的存在, 而是男人心理状态的一种描绘。 弗洛伊德最出圈的作品应该是他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所画的肖像。 尽管闻名于世, 一幅肖像就可以卖出天价, 但是弗洛伊德却从不接受人像约稿。 弗洛伊德只画他感兴趣的人, 通常是他自己, 他的家人, 还有身边的朋友。 唯一例外的就是英国女王。 弗洛伊德特地向女王请求, 要给女王画一幅肖像。 女王同意了这一请求, 并且这一画就是19个月。 然而这幅小小的肖像却让英国人分成了完全相反的两派。 一派认为, 这也太丑了。 另一派则认为, 这是迄今为止, 女王最真实的画像。 不知道正在看着视频的你, 又会如何评价呢? 下一位要聊的艺术家叫做弗朗西斯·培根。 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 第一反应是那句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 不过说这句名言的培根, 是16世纪出生在英国的一位哲学家, 而我们今天要聊的, 跟他同名的弗朗西斯·培根, 是1909年出生在爱尔兰的画家。 这位画家很小的时候就出柜了, 而在当时同性恋还是违法的, 所以他在16岁的时候就被保守的家人们赶了出去。 培根一路漂泊, 经历了柏林、巴黎, 最终选择定居在伦敦。 这里我想插一句题外话, 我们刚刚聊过的两位艺术家, 其中的大卫霍克尼也是一位公开出柜的艺术家, 而另外一位, 卢西安·弗洛伊德, 虽然不能说他是同性恋, 但是他有过几段和男性友人的恋情, 这是可以确定的。 所以, 此时正在观看视频的你, 如果也想成为一位大艺术家, 而且画画的功底还不错, 想必你已经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了吧。 言归正传, 我们说回弗朗西斯·培根, 幼年时期的经历对他日后的创作很有影响。 培根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 他没有拥抱那个时代流行的抽象风格, 而是选择了一种独特的, 同时又有些令人不安的现实主义。 培根迷恋动物, 这种迷恋既塑造了他对于人体的了解, 又将之扭曲, 他的成名作, 1944年创作的以受难为题的三章习作, 这幅画在1945年的春天第一次展出, 同时期, 关于集中营的报道也正在传遍全世界, 这组作品让人觉得是既坦诚又有些悲观的,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野蛮和恐怖的反应。 培根和我们前辈说过的弗洛伊德是好朋友, 他们互做模特, 为对方画肖像, 这幅画是1951年培根以弗洛伊德为模特所做的肖像。 在这幅画中, 培根营造了一种像是空间框架一样的结构, 于是让画中的人物带着一种被一个透明的笼子给困住了的感觉, 而这种设计在培根的肖像画中多次使用, 在1952年的这一幅肖像习作中, 这种感觉更为明显。 而在培根1967年所做的三连画中, 这种透明方块也出现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体的扭曲。 这时期培根的作品常常会提及诗歌和戏剧, 这幅作品的原名其实叫做 受T.S.埃略特的《历史斯威尼启发的三连画》。 当然了, 从培根的画中, 你很难直接读出故事来。 他的作品, 更多的是在激起观看者在阅读诗歌或者戏剧作品时的感触。 本期视频进行到这里, 我想说, 如果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肖像让你有了些许的不适, 那么刚刚弗朗西斯·培根的话, 肯定会让你的不适感更加强烈, 因为他的画具有强烈的暴力感与噩梦感。 所以, 是时候换个风格了, 我们去看另外一位艺术家吧。 接下来要看的是阿尔弗雷德·希斯莱, 这位画家我们一边聊, 一边欣赏他的代表作。 希斯莱是印象派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创作主题集中在户外的自然光线下的风景画。 希斯莱出现在这份榜单中, 可能很多人会惊讶, 因为他出生在法国, 又是印象派的代表人物, 这样很多人觉得他是法国人。 其实, 希斯莱的父母都是英国人, 而且中期一生, 希斯莱都是英国国籍。 他确实曾经两次想要入籍法国, 不过都没有成功。 印象派在西方艺术史上非常重要, 因为印象派改变了古典绘画的主题, 也就是说画什么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怎么画。 他催生了现代绘画, 成为了西方艺术史上一个关键节点。 今天我们对印象派早已习惯, 但是在当时, 印象派的画法是相对激进的, 很多印象派的画家在商业上并不成功, 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聊的希斯莱, 但是他们对于现代艺术的影响, 那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希斯莱出生于1839年, 印象派大约开始于18600年。 下面我们继续往前数, 大约10年的时间。 1829年的时候, 约翰·埃弗雷特·米莱出生了, 而在1848年的时候, 米莱和他的好友们一起成立了前拉费尔兄弟会。 如果说印象派将传统绘画观念打了个粉碎, 那么拉费尔前派在英国艺术界的创新和震撼, 也是不遑多让的。 先说说这个艺术流派的名称吧, 拉费尔前派。 在1848年, 以罗塞蒂、亨特以及米莱为首的年轻艺术家们, 认为学院派的历史绘画太过虚假, 太缺乏想象力。 他们想要找回意大利文艺复兴圣基之前的艺术的直接, 对于自然的简单描绘, 或者更具体一点, 是在拉费尔时代之前的那个意大利, 所以他们就成立了拉费尔前派。 这个艺术流派的创始人之一, 米莱, 就是入选本期视频的十大英国画家。 这是他的名作, 奥菲利亚。 或许你之前从未听过拉费尔前派这个艺术流派名称, 但是这幅画或许你曾经见过。 他取材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幕。 奥菲利亚的父亲被哈姆雷特杀死, 他的精神失常, 落水溺死。 米莱先是绘制了画中的背景, 他细致地观察自然, 然后把自然真实地展现在画中, 画中的植物栩栩如生, 人物是后家的, 模特需要躺在放满水的浴缸中, 一直持续了四个月才画好。 米莱在艺术方面可以说是个天才, 九岁时已经在他就读的艺术学院获得了银制奖章。 十一岁时, 他被皇家美术学院录取, 这是英国艺术界最高的学府, 米莱也成为皇家艺术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学生。 而她的作品第一次在皇家美术学院展出的时候, 米莱年底16岁。 当时展出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这幅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这还不是拉费尔前派的风格。 米莱的第一幅拉费尔前派风格的作品是《伊莎贝拉》, 伊莎贝拉取材自祭祠的长诗伊莎贝拉, 这首诗改编自伯家丘的一个故事。 在故事中, 富裕商人家庭中的伊莎贝拉和穷学徒洛伦佐相爱, 伊莎贝拉的哥哥们谋杀了洛伦佐。 可怜的伊莎贝拉发现了爱人的尸体, 把她的头砍了下来, 埋在了种着罗勒的盆中, 用自己的眼泪浇灌着这些罗勒。 画中身着红衣, 正在跟旁边的女子分享盘中的橙子的两个人物, 就是洛伦佐和伊莎贝拉。 而那个伸出一条腿, 好像要去踢伊莎贝拉怀中的狗的男人, 就是伊拉贝拉的一个哥哥。 画面远处, 被黑衣男子挡着一部分的地方, 正有着长着罗勒的花盆。 这幅画虽然创作于19世纪的英国, 但是却有着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面感。 看到这里, 我想你应该有种感觉, 米莱的作品中似乎带着一些元素, 这些元素是有点抽象的, 让人感觉到忧郁和失落的。 而米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当属秋叶。 这幅画完全关乎带给观看者的感受, 他没有给我们讲故事, 而是用画中的意象, 让观众去感知死亡。 年轻的女孩们, 周围环绕着都是衰败, 这些提醒着我们, 她们的年轻和美丽, 甚至是生命本身, 都是短暂的, 终会过去的。 虽然画面的主题是关于死亡的, 但是人们无法不被画中女孩们美丽的面孔所吸引, 而这幅秋叶, 也是英国美学运动的先驱, 它使用美丽的女性面孔, 用象征主义代替描述性的主题, 传达的情绪和感受, 与画的主题一样重要, 她渴望创造美。 米莱的唯美主义作品不多, 但是她的这幅春, 苹果画盛开也是非常吸引观众, 该如何评价这幅画呢? 我想一句话就够了, 满满的, 处处皆是美丽。 接下来的这位画家有很多头衔,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最受欢迎的画家, BBC票选最受英国人喜爱的英国画家, 现在最伟大的风景画家等等, 他叫做耶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 他在24岁时所做的自画像, 被印上了英国2020年发行的面额20英镑的纸币上。 特纳有一幅作品, 叫做《无畏号战舰》, 曾被英国人在一次网络评选中, 选为在英国境内的最伟大的绘画作品。 这幅画的主角是一艘叫做《无畏号的战舰》, 他曾经参加过泰拉法加海战, 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画面中的场景, 却是《无畏号战舰》作为帆船时代的勇士, 已经被蒸汽时代给淘汰了, 巨大的白色战舰, 正被一艘小小的蒸汽托船拖去船厂, 准备分解, 将造船用的木头回收利用。 这个场面正可谓是草木凋零, 美人驰木。 而这种象征和隐喻, 也出现在了2012年的007电影当中, 年老的邦德和年轻的Q, 在英国国家美术馆街头, 他们的对话就发生在这幅画的面前。 这幅画面中不只有战舰, 你看画面的右边, 水面上的夕阳, 那里丰富的颜料和色彩, 体现着特纳描绘光的无以伦比的技巧, 而他也确实被称为光的画家。 这是他的另外一幅捕捉光的作品, 叫做《诺汉姆城堡》日出。 特纳之所以能够如此精彩地描绘自然, 是由于他喜欢去户外做画, 这和之后在巴黎兴起, 即将打破艺术界传统的印象派画家们的选择完全一致。 这幅作品叫做《暴风雪》, 弃船驶离港口。 关于特纳, 有一个疯狂的传说, 有一次, 在猛烈的暴风雨中, 他把自己绑在了一艘船的桅杆之上, 只为去体验海浪拍向她的感觉。 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我们无从考证, 但是看特纳的关于风浪的画面, 我愿意相信, 他真的做出过这样的事情。 今天, 英国艺术界的最高奖项就是以特纳命名的特纳奖, 这代表了人们对于特纳的喜爱和对其艺术成就的认可。 然而, 与特纳同时代的, 也是以风景画为主题的另外一位画家, 同样被人们喜爱着, 甚至有人宣称, 他才更符合英国的味道。 这位艺术家的名字叫做约翰·康斯特伯, 提到英国, 很多人都会想到乡村, 的确, 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说, 似乎乡村才是他们的灵魂。 这幅画是康斯特伯最出名的作品, 甘草车。 康斯特伯也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位风景画家, 这幅画中的场景是他的家乡再普通不过的一幕。 农夫驾着车, 穿过一片浅显的水面, 去远处草场上装甘草, 草场上有农民正在忙碌着。 左边是一座房子, 房前有个女子正在水里洗衣服。 虽然这幅画是画家在他伦敦的画室里完成的, 但是他常常去户外观察与写生。 他对于天空和云彩的描绘尤为生动。 据说, 英国的天气预报工作人员, 甚至能够通过画中的云的特点, 判断出这是哪个地方的云彩。 这幅画也被后来很多印象派的画家所喜欢, 因为画中对于自然在光线下的呈现非常的准确。 如果你仔细去看房子旁边的大树的树叶, 你会发现它们不都是绿色的, 上面有着点点的白光。 这是阳光洒在树叶上, 又反射到人眼中会造成的效果。 但是在当时,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种画法, 部分人把这个现象称为康斯特伯的血。 在康斯特伯的时代, 他的画在英国并不成功, 但是当时他的画送往巴黎的沙龙展览时, 大获好评, 于是有艺术商邀请他前往法国巴黎发展。 我们知道康斯特伯并不富裕, 去往巴黎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也会有更大的名气, 但是他拒绝了。 也有人劝他去画肖像画, 这样的主题收益更高, 他也拒绝了。 他的爱都在英国, 在乡村的风景画中。 这一幅是他的威文侯公园, 在康斯特伯的画中, 天空是宁静, 透明, 淡蓝色的, 漂浮着慢慢移动的云彩, 云层里透出的阳光撒在浓密的林木上, 地上是绿茵的草地, 牛, 天鹅, 渔民, 悠然自得, 一副令人陶醉的景色。 我曾经亲自去到康斯特伯的家乡, 在这里, 我看到了多幅画中的场景, 两百年的时光过去了, 画里的墨坊, 池塘, 小溪, 小桥, 农田, 树木, 一切都仿佛静止在画中永恒了一样。 接下来是托马斯·庚斯波罗。 庚斯波罗是英国18世纪 最重要的肖像画家, 但是他的私人兴趣是风景画, 虽然在那个年代, 风景画是没有市场的, 他还是持续不断地画风景画, 而这些景物, 在他的肖像画中也可以看到。 庚斯波罗早期最出名的作品 当属这幅《安德鲁夫妇》, 这幅画是安德鲁夫妇的肖像, 但是有人把它称为三个人的肖像, 因为除了夫妇两人, 作品中大量的篇幅是安德鲁所拥有的地产, 他们也是画面的主要构成, 而画家对于自然的准确描绘, 也是展现了极高的记忆。 庚斯波罗的肖像中, 我总能看到一些洛克克风格的影子, 这应该跟他做过法国雕塑家、 画家格弗露的助手的经历有关。 比如这幅蓝衣少年, 这是一幅非常华丽的人物肖像, 也代表了18世纪英国艺术的顶级水准。 刚刚我有说过, 庚斯波罗是18世纪英国最重要的肖像画家, 其实同时代的约书亚·雷诺兹的肖像画方面, 可以和他争一下短长。 雷诺兹对于古典大师深有研究, 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时的作品, 以及像伦伯朗、卢滚斯, 还有凡代克等人的作品。 他认为历史画的题材, 是一名画家最高贵的题材, 不过他画历史画的机会不多, 市场需求让他更多在肖像画方面展示他的才能。 这幅画叫做《克伯恩夫人和他三个最大的儿子》。 这幅画的构图, 参考了凡代克的一幅作品《慈爱》, 而左边的, 跪在克伯恩夫人腿上的儿子, 则几乎是维拉斯奎斯的作品, 敬前了维纳斯中那个小丘比特的样子的翻版。 当然了,雷诺兹并不是简单的拷贝, 他将优秀作品中的布局和严肃加以吸收, 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这幅画在皇家美术学院第一次展出时, 在场的其他画家们看到这幅画时, 惊讶于他的绝美、壮观, 而情不自禁集体鼓掌, 可见当时的市场和同行们对雷诺兹记忆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这三幅画都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展出, 如果你到伦敦旅行, 不要错过同时欣赏这三幅画的机会哦。 雷诺兹对于英国的艺术影响很大, 他是皇家美术学院成立后的首任院长, 他在这里发表了15次演讲, 阐述了他对于绘画理念的观念, 这些演讲收集起来所成的演讲录, 对于英国乃至欧洲的艺术界都有重大的影响。 他认为画家应该以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为榜样, 应该将自然理想化, 而不是直接去复制自然, 提出了一种后来被称为宏伟式的绘画理念。 下面来到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位画家, 威廉·霍加斯。 霍加斯的作品比较特别, 他的许多作品会是当代的风俗的嘲笑和讽刺, 他会把作品雕刻、印刷然后去发行, 所以他的身份也是一名版画家, 连环漫画家。 霍加斯有一组重要的作品, 由两幅画组成, 分别叫做《啤酒街》和《金酒巷》。 左边的这幅画中, 人们拿的是啤酒, 同时还可以绘画、 卖鱼、正常的工作, 脸上也是笑容居多, 身材也是富态健康。 右边的这幅画中, 人们喝的是金酒。 画里的人物已经人不人鬼不鬼了, 有打架的, 有拿着骨头啃的, 正中间的那位妇人, 连他的孩子要从台阶上衰落下去, 也毫无察觉。 霍加斯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对比, 让人们意识到喝烈性酒的危害。 霍加斯还有一套非常出名的作品, 叫做《浪子历城》, 讲述的是一个负伤的儿子来到伦敦, 沉迷于伦敦的灯红酒绿, 游走于妓院和赌场, 后来被捕入狱, 最终甚至被送去了丰人院的故事。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这位富二代, 在妓院疯狂派对的场景。 我们的主人公在桌子右边, 明显已经喝多了, 而他身旁的妓女正在偷取他的财物。 左手把怀表递给自己的同伴, 右手还在他的衣服里继续摸来摸去呢。 这个系列的作品在市场上广受欢迎, 于是由很多其他的版画商私自印刷, 出售这些作品。 于是我们的霍加斯还去到国会游说, 促成了一些三五年版权法案的通过, 为当时的艺术家和作家们的权利争取到了保障。 霍加斯还撰写了一本叫做《美的分析》, 在这本书中他强调了S型曲线的重要性。 霍加斯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 那就是肖像画。 这幅画叫做《大卫·加里克》, 和他的妻子伊瓦·玛利亚·维格尔。 加里克是当时著名的戏剧演员和剧院老板, 也是霍加斯的好朋友。 在这幅画中, 加里克的妻子的设计很巧妙, 你既可以把她当成加里克的谬斯, 正在给加里克带来创作的灵感, 也可以把她当成一个顽皮的女孩, 正在打断丈夫的创作思路。 再加上丈夫的表情, 整幅画都有种轻松的感觉, 而整幅画的风格, 也明显带有法国洛克克艺术的影响。 霍加斯本人对于当时欧洲大陆的艺术其实是怀有敌意的, 但是唯独对于法国的影响, 他还可以接受。 那么到了这里, 我们已经介绍完了英国十大艺术家, 他们的特点和影响, 以及一些代表作品。 在结束之前, 我想再来说说英国的美术馆。 伦敦的国家美术馆自然是大名鼎鼎, 但是那里的展览是包含了整个西欧的主要艺术流派的大世纪作品。 如果想要专注于英国画家, 那么泰特美术馆是你不可错过的地方。 今天我们讲到的所有艺术家都可以在泰特美术馆看到, 尤其是其中的泰特不列颠美术馆, 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 在画的海洋中逛一逛, 喝一杯咖啡, 再到门前的河边走一走, 绝对是令人万分满足的一天。 那么, 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是小白, 咱们下期再见。